各位,現在想想您是否買過一種商品 它看起來很精緻很漂亮 但實質上卻只是充滿著沒有用的廢棄包裝而已呢? 目前市場上大眾業者為食產品看起來高限量力 不肥價廉,以刺激消費者而購買欲望 隨之造成的過渡包裝迎接而來的時代環境嚴重傷害 因此本主要探討的是以過渡包裝環保該店所形成的新興業台 以上,為本座研究目的 本座研究方法有三 最後,將所有資料匯整並分析,做出劫銳建議 誘導式行銷 誘導式行銷策略在市場下著重產品與服務 並運用周邊商品等資訊 對能做出潛意式性的推銷、禁熱引申等 以防止行銷手段 羅斯吉所採取的誘導式行銷著重與無關感受 由世界所操作出的空間感 聽覺所補出的樂章 嗅覺的吸引力打到出的溫暖氛圍 及兵器如貴的歸屬感 用五項主要特點作為羅斯吉行銷策略方向 無包裝商店最高起人於英國 其銷售方式如年後大街班皆為飲料競價 而本主要探討的是全亞洲第一家無包裝商店 稱為羅斯吉 羅斯吉創立概念為 希望消費者能以有限的預算購買好的食材 並以不要費食材為主要核心 SWAT交叉分析 本主透過SWAT與SWAT交叉分析 導出羅斯吉行銷策略方向 羅斯吉是以社會行銷為導向的環保商店 但應在去年2015年才剛剛設立 因此透過宣導食材節省 調整產品組合以強化顧客關係管理 STP策略 羅斯吉以不浪費食材為重點訴求 並鎖定女性消費者為主要銷售特程 強調擁有豐富食材等知識 再以集中行銷作為目標市場 最後以吞去華麗包裝回歸食材本質為理念 以穩定市場地位 行銷四批產品策略 羅斯吉產品五層次如用壺 主要以用多少買多少減少食材浪費 作為核心產品 再以提供專業公認課程作為附加產品 價格策略 羅斯吉的價格策略才 飲料計價的方式 並提倡用多少買多少比減少食材 不必要的浪費 推廣策略 在推廣策略下主要分為 銷售推廣網路社群平台及公共關係 其中 用於網路社群平台中的FB本質專業 作為主要推定成員 並利用不定期的烹飪課程 使消費者更加了解西方食材 吃機購買魚 通路策略 羅斯吉在台灣僅有一家實體店面 且為全亞洲第一家的五包裝商店 由於企業內部組織還沒穩定 因此還沒有擴大規模的想法 問卷分析 如同顯示 僅兩層六的消費者聽過五包裝商店 因五包裝商店為新興業態 因此提高產品曝光率 穩定營業利潤 是企業未來的主要營運方向 而這兩層六的消費者 大多由親朋好友報商雜誌 及媒體報導所得知 其中又以親朋好友站為多數 因此企業家公司口耳相傳的行銷手段 把握長先骨客群 並長期客員 有助於企業的長期發展 各位你們看到了嗎 一隻手拿著一個杯子 這就是羅斯吉所倡導的 自行攜帶容器的採購模式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有七層五的消費者 都能接受持續採購形態 然而剩餘兩層五的消費者 無法接受的主要原因為 沒有攜帶的習慣 結論與建議 誘導市行銷 注重於消費者的五官感受 以打造獨特氣氛為主 以吸引消費者目光 進而提升企業能見度 而以用多少買多少為主要 耗心減少食材的浪費 然而無包裝商店之相關訊息 在台灣產品市場上較為不完整 為羅斯吉之一大劣勢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 將近八成的消費者 能接受無包裝商店 飲料機價及自備容器之銷售型態 為羅斯吉之一大利基 最後 本組建議店家能提供可食性包裝素材 此包裝為一種可自行分解於大自然的 能自行分解於大自然 以跟上綠色行銷及達到環保的潮流 本組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